我是Ryan 在今天课程中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JQuery Ajax功能的使用 Ajax呢就是义步请求 熟悉JavaScript的同学相信对这个概念并不断陌生 义步请求呢就是从远端的服务器 获取一些API的信息 获取一些文件来在我们页面上进行显示 或者提供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数据 一般呢一般网页上基本上所有的API请求 全是靠义步访问来实现的 今天呢我们会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个 在这一系列Ajax系列课程中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这个load的使用 get的使用 还有post的使用 还有一个叫getScript的使用 最后呢我们会讲到一个最最最常用的 叫Ajax的通用的一个函数的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这个load的使用 load的使用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参数就会传入它的UIL 然后后两个参数呢是它的可选参数 一个是data一个是callbac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程序 在这里其实我也给大家写好一个程序了 这是示例程序的一部分 这边呢我有一个result的空白的dev 然后呢button这边我会写是clickme 就像这边一样 然后在ready的时候呢 我给button上添加了一个onclick的handle 然后在里面呢我添加了一些逻辑 我把它存一下 这边refresh过了 另外呢我会把这个network这边这个chrome的network这个tab会打开 这样你可以看到任何network的request 好这时候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function里面的逻辑 首先呢我定义了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string 我定义它其实是一个string 然后呢这个string呢里面其实是一个html的tag 也就是它的意思是加一个image image的source呢是loading.gif 它大概就是给大家显示一个loading的page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图片 ajax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就是为了大家能方便大家看到loading 然后呢我load的url呢load到api 我在这个server这边呢会有个api的index 我这边现在是return的hello 所以呢这边这个api呢 当访问这个url的时候也就是访问这个url 就是我的localhost冒号3000slashapi的时候呢 就会load这个里面的内容 所以就是load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indexhtml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呢 这个效果呢其实这个的意思呢就是 我先看前面 我们之前学过的html的使用 就会知道是先用selector找到id是result的这个这个元素 然后再给它的html里面加到 加了把它的innerhtml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image tag 此时它就会显示那个spinner 就是那个loading的那个刚才那幅图 就这个loading这个gf 然后呢我用这个chain的功能 这块我之前我给大家说过好几次 这个chain的功能怎么使用 就是在之前这个完成了之后 我还可以再干一件事 也就是我把它的内容变成了image tag之后 我再进行load 我在这个tag内容之中进行load 我load到的所有东西都会放到这个tag里面 所以呢我load到是hello 我就会把hello放到这个tag里面 现在我给大家点一下呢 哦 它实际上太快了 大家根本没有没有时间能注意到 哎 其实能注意到一下 刚才注意到一下spinner的反 spinner偶尔是会出现spinner spinner是 它这个request特别快 当spinner结束之后 它就会把hello放到权 因为我这个api里面上的hello 大家可以看api得到是hello 我要把这个api改成hello world呢 它就会得到hello world 这就是它可以获得api里面所有内容 这里呢 我这边可以写一个html tag 我写一个devdev hello world dev hello world dev hello world dev 重复上两遍吧 这个是好 这边呢 我要一个访问呢 它就会把刚才那个dev hello world dev整个的html都放进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它的第二种使用方法 其实是一种使用方法了 也就是在这个ul里面呢 还可以做一些手脚 大家我刚才把这个这个api的这个文件呢 改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ul里面 一个li 有个id1 然后一个li 另一个li是id2 item2 是1和2 然后呢 我在什么都没有改动之前呢 我把这个先删掉 看我我现在打是全部内容都会返回回来 在preview我会看到全部内容 response是这个样子 那当但是呢 当我把它改成 改成刚才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在ul后面可以加一个空格 然后警号就是认为是一个selector 它其实是一个selector id item2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会在获取到的这一个html文档里面进行 进行gquery的selector的query 也就是我现在呢 如果点clickme的话 它就会只会 只会 它虽然是get到整个内容 但只会把选择到的内容添加进来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在后面加警号可以选择 获取到的所有的全部内容之中的某一些信息 id等于item2 就只会把这一这一个inject到 这个container这个selector里面 这当前的selector里面 也就是当前selector是id等于result 就把这个li加在里面了 我们看过这个单传一个ul的情况 我们看到用ul进行传selector的使用方法 但是呢我们还想在 我再想给大家讲一下后面这两个参数作用 第二个参数呢 data data呢 其实它是一个可选参数 它是这边写的是发送至服务器的keyvalue数据 也就是在这个data 它这个jsonobject可以传keyvalue数据 什么时候需要这个数据呢 一旦这个数据有的时候 这个load呢 就会使用post function 而不是使用get 大家可以看network tab这边 我电脑点慢 我当我点它的时候 实际上是get request 因为我这边这边并没有传任何参数 我这边传的是no 那我这边有参数的话 它就是post 所以说这个区别是很简单的 我就不给大家在这里演示了 然后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callback callback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这个load这个事件全部发生完 也就是当数据已经载入之后 这个callback function会被ajax 会被这个jquery里面的系统 这个函数的api 这个函数的内部东西在被回调 这是它的回调函数 也就是呢 我在这边给大家写个例子 目前呢 我这个api return的值呢 是afterajax 然后在ajax之前呢 我这边是 我这边是写的是beforeajax 然后当clickme的时候呢 我这边是这样一个function result.html 还是刚才那个loading page 就不管了 然后我会load这个uil的内容 这个uil的内容 就是afterajax 然后我传的是no 所以它是一个get请求 在之后呢 我会alert一下result里面的东西 我们先在发之前也算了 我就在这里alert吧 我会alert一下这个result之后 改过之后的东西 如果看到的是afterajax 说明就是改过之后的 所以呢 这边 OK 我在这边 现在是beforeajax 我点click 就变成了afterajax 这是它的一些功能 这个type OK 在接下来这个load的使用 最基本的这个load的使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更为常用的两种 请求方式 ajax请求方式 一种是jquery.get 还有一种是jquery.post jquery.get 其实 就是美元符号 为了不让大家混淆 我把这边同意都改成美元符号 其实美元符号就是jquery 这个变量 这个参数在window window.jquery window.doller 它其实一样 就像同一个object 好 get呢 我们看一下get 回来 回来看一下get get呢 第一个参数还是uil 跟load一样 使用方法类似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data data呢 就是要传入get的data 大家都知道get的 用get来请求一个api的话 所有参数都传在uil里面 都是后面加一个问号 然后 后面加一个问号 然后 一些参数的 key value pair 就是一对 建置 建置对 建置对 的json组合 所以它都最终会 那个建置对的 json组合呢 就会放 json的那个object 就会放到这个data这边 然后 它这个 这块get的这个function呢 会自动 把这个建置对的组合 给你 放在这个uil后面 大家待会等会就可以看 然后还有callback function 也就是当 得到 结果 当这个 api返回信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callback里面 知道 得到一些 我们要得到的远程 api给我们传回来的数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示范 示例 我在这边给大家 写了一个简单的示例 把这些common都删掉 其实 这个待会会说的 好 我们这边呢 会有一个beforeajax 还是刚才 刚才我们的那个示范 我们就不准备改它了 其实这次 我们没有任何动物操作 没有任何需要在页面上 进行元素操作的这个示范 我们还是在onclick function里面 给它加了一个jquery 也就是到了点get function 还是get到这个ap api里面的东西 这边呢我会给它放一个 放一个json吧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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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name ryan type get ok ok 我这个面呢 get呢 就会get一个action 它的action 这边我会传入一个object url是api 我这边 然后在data这边呢 在这个data这边呢 是我传的是一个jsonobject 它是action是get name是ru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 然后这个回调函数呢 它会自动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当然是data了 也就是远段返回回来data 还有一个就是text status 等会儿我给大家调试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这边是会传回来什么参数 好 我现在就 从reload了这个这个page 我点一下clickme 看我得到了这个jsonobject 也就是远段返回 返回给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url 是怎么怎么形成的呢 看我本来请求的是api 本来请求的是api 但是呢它会自动把整个这个object 给我变成一个url的string append在后面 就是问号action等于get 然后endmark name等于run 其实呢 我要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到url里面呢 是一个效果的 然后我不传这个object 不传这个object 其实它们是一个效果的功能完全一样 我其实日常生活中你可以 两种方法你都可以使用 但是第二种 但是那个直接传object这边的会比较简单 因为你调试的时候会比较方 比较容易看清楚 如果有很长的urlstring的话 可能就不建议大家 不建议大家 就hard code在这个url里面了 还是得到这个 然后传的url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在debug模式呢 我加个debug在这儿 当我点击它就要停在这儿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这个参数会传回来什么 就先data毋庸疑问是那个文件的内容 我请求的那个api返回的内容 然后tagstatus 当然这里肯定就是 用tags的形式来表现它的status 就可以看出它现在是success还是failure 大家看到我把这个 我现在对url进行一些微小的修改 我把这个3000的改成3001 也就是3000的一它会它会造成一个 造成一个这个arrow 就是看不能不能找到这个资源所在地 也就是这个是没有任何线程监听到这个 这个url的 这个url其实不不valid 所以呢 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要点这个clickme呢 这个断点就不会再被再被再被停掉了 永远不会执行到这个断点所在地 也就是这个callback没有行没有执行 也就是意味着只有当success的时候 只有当成功的时候 才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这是这个回调函数的作用 只有当成功 arrow的时候不会调用它 好 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最基本的两个方 两个这个function 一个load 一个get 在下一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post和get script 还有这个最通用的ajax 谢谢大家